警方全副武裝 直破門氣攻堅 這間看似單純的刺青店 裡面其實是竹聯邦紅人會的堂口 白衣男狼狽趴在地上 他就是紅人會三峽分會 陳姓分會長 涉嫌拘禁未成年少女 從事性交易 被警方逮捕 看到記者來匆忙離開 不願多說 這名疑似刺青店的員工 嚇得拔腿開溜 刺青店堂口藏身在新北三峽區 一棟民宅內 陳姓分會長找了多名未成年少女 拍不雅影片 強迫他們性交易 從中牟利 若有幫眾想退出幫派 還會遭拘禁毆打持刀砍傷 但受害的不只他們 還有案外案 刺青店員工全被抓 有網友尷尬發文 原來他腿部刺青剛割完線 錢也欲繳了 結果刺青師被抓遭羈押警戒 透過成員之間彼此的拉攏 介紹吸收到這些未成年少女 同步棄貨 陳姓犯嫌等十二名 陳姓分會長作惡多端 過去曾是四海邦海富堂堂主 從事詐騙被抓過 這回又加入紅人會變本加厲 強迫未成年性交易 就連老婆也加入幫忙控制少女 這下夫妻倆雙雙進警局 看電新聞和孟哲林玉君 新被參謀冒到